吴尼朗 明明档 大家好 欢迎收看9月1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先开始先带大家来看到就是2021年亚太城市的高峰会 今年9月在澳洲的布里斯本来举行 那么是以透过机会与挑战重新定义城市为主题 那么花莲县政府呢是首度获邀参加 县长徐政卫也透过视讯分享花莲县城市治理的四大主轴 期盼邀请更多国际城市的首长 能有机会前来花莲观光以及交流 2021亚太城市高峰会日前在澳洲布里斯本落幕 今年以透过机会与挑战重新定义城市为主题 花莲县府首度获邀参加 县长徐政卫透过视讯会议 以健康、脉动、互联、智慧城市四大主轴分享花莲县城市治理 亚太城市高峰会起源于澳洲布里斯本市前市长 于1996年提议成立 希望加强亚太地区及其他重要城市间合作与联盟网络 带动城市经济发展与商贸契机 透过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合作 提升亚太地区整体竞争优势 过程中澳洲昆士兰红土市市长 跟阳光海岸副市长分别聆听 表示昆士兰州跟花莲一样临近海洋 同样拥有悠久的原住民文化 期盼未来有机会来花莲观光交流 促进双方城市更进一步的合作 记者综合报导